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讲 皈依丧丝 我们学佛啊 有这个显教跟密教 那么显教呢 一般只讲三皈依 就是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密教呢 多了一项皈依 就是Namogulbe 就是皈依金刚上司 密教是讲四皈依 也就是把这个 金刚上司的皈依啊 摆在第一位 密教直接这样子讲 因为 上司啊 是 是传授佛法身的 所以他排在第一位 也就是一切 佛法身的总词 就是金刚上司 显密之间的皈依啊 他的差别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 他对这个金刚上司啊 特别的一个尊重 那其中啊 也有他本身的这个道理存在 像西藏密宗来讲起来啊 他有这个灵马派 就是旧派 红教啊 旧派 灵马 另外呢 有格鲁派 就是新派 黄教 有格举派 就是白教 有撒迦派 就是花教 这四派的密法当中啊 其中你看啊 这个格鲁派 格鲁派是白教 其实格鲁两个字啊 就是口传 他的意义就是口传 密教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是因为啊 密教本身很重视口传 很多的密法必须要师父啊 直接跟弟子用嘴巴讲 口传的 这样子的传承啊 就是比较直接 比较直接 一般你去选教方面来讲 除了听师父说法以外 没有什么特别的 必须要把这个 心药可觉传授的 密教不一样 密教每一个法 有很多的心药 有很多的可觉 要由上师啊 亲口传授的法 在二贯以上啊 都是亲口传授的法 所以重视啊 这个金刚上师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密教的这个 皈依上师啊 特别不同 另外密教的法 因为他本身是很特殊的 因为有他本身的特殊的法 必须要由这个金刚上师传授出来 那么这样子呢 讲起来啊 就必须要金刚上师亲自 直接这样子传授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当中啊 有所谓的观察 你要去归一个上师啊 当弟子的 要观察自己的上师 要三年 那么上师呢 观察弟子也要三年 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规定三年呢 这其中还是有他本身的原因存在 因为在这三年当中啊 才能够看出他的根器 了解这个弟子本身的根器 他是不是法器 是不是值得传授 以免说 发了很多的功夫传授给他 结果他是破法器 破法器就是说 有一个破洞的 你再怎么讲给他听 他都没有办法吸收 因为他的肠子啊 有问题 他的胃有问题 他的肠子有 他没有办法吸收 再怎么讲 都是空的 都是漏空 所以四字上 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子啊 怎么讲他都不会听的 有 你怎么讲 他还是一样的 猛叉叉 猛叉叉 就是什么都一知半觉了 什么都不懂的 你教他一年 教他两年 教他三年 全部通通漏光 这个就是破法器 所以这个秘教有所谓 这个上师要观察弟子三年 弟子观察 上师三年 才有互相的这个 啊 你去皈依也要观察三年 上师要传法给你 也要观察三年 没有这个三年啊 事实上啊 这个法器不会显露出来 这他本身是不是法器 是不是一个值得传授的 免得白白浪费光阴 这当中啊 在西藏的密宗里面啊 他本身有这些 要点存在在里面 那么 弟子观察上师啊 是要看这个上师 是不是真正有法的 是不是真正有具得的 那上师观察这个弟子啊 那上师观察这个弟子啊 就是看 是不是真的法器 有时候啊 传授给他啊 或怎么样 变成没有用了 根本不值得 白白浪费很多时光 所以传授弟子也要看一下 有时候啊 你传授给他 反而受害 没有什么益处 反而有害 这个更不值得 所以互审其器 就是非常重要的 互相啊 审查是不是法器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那你皈依了这个上师以后啊 其实他当中啊 就有他的本身的意义存在 我们晓得归一 就是学佛的开始 就是一个学佛的开始 归一 就等于是注册 最重要归一就是什么 一子 一啊 就是 归一 前面那一个字啊 一啊 就是归一 我依靠 上师 指 什么是指啊 就是完全 完全的 你不能说我是归一 但是五十分归一你 这个就不完全了 我是归一啊你 但是呢 我相信你只有10% 这个就不是完全了 这个就不是归一 因为归一本身的 这个一子 两个字啊 那个子 就是 完全的意思 完全归一 所以我们归一啊 不能说啊 我是 截言 跟你截个言归一啦 马马夫夫归 这个在密教是不可以的 马马夫夫归一是不可以的 或者是说随便归一 随言归一 这个都比较 也跟比较差的 不是一子 不是真正的归一 所以你写法 有这样子的归一的话 应该讲起来还不是完全 在密教里面啊 归一上师啊 应该是很慎重的 应该是很慎重的 应该是完全的 是一种圆满的一子 圆满的一子 你学佛啊 你要学得 好像是说完完全全 圆圆满满的 应该是要有一个 圆满的归一 讲到这里 欧妈的伯秘奉